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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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资格护送李延的除了申得李锦荣信任 自然也各有各的本领 马吉利虽然深更半夜被周匪喊醒 身上还有小轴过的酒气 却在听他三言两语说明原委后 立刻便清醒过来 一行护送者转眼便训练有素地聚集在了大堂窗边 除了李延还在不明状况的揉眼睛 连吴初楚都惊醒的惊慌起来 东西先放下 马吉利点了一个随行的人 留下看管马匹行李 随后说道 其他人跟我立刻动身 周匪这时终于微微犹豫了一下 第一次在马吉利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见 马叔 楚楚和阿炎 他话音没落 吴初楚略带哀求的目光已经落到了他的身上 吴初楚无数次以为自己习惯了深夜奔逃的生活 可或许自从在邵阳遇上马吉利等人之后的数月行程太过安全 他在再一次的突发状况里不可避免的惶恐起来 本能的希望能跟周匪一起走 周匪明白他的意思 一时有些迟楚 马吉利却斩钉截铁道 都跟着 大当家命我护送阿炎 一路我便得寸步不离 倘若寨中真出了什么事 这镇上也不见得安全 马配好了吗 大家快点 周匪心里隐约觉得不妥 可是也承认 马吉利说的有道理 当时在华戎城中 他不也觉得陈飞师兄他们都在的客栈固若金汤吗 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再没有意义 李延和吴初楚更不会有 谢允是外人 不方便说话 他皱了皱眉 趁人不注意 从怀中摸出一小盒银针 穿在了自己的袖口上 非常时刻 也顾不上进山的名牌 有没有核对完了 一行人飞快的圣马 赶往四十八寨的方向 一刻不停的跑到了山下 此时已经接近午夜 周匪心里一沉 第一道港少处竟然空无一人 马吉利伸手 一篮险先冲上去的周匪 别冒失 小心点 他说着 谨慎的提长剑在手 冲其他人一时眼色 众弟子训练有素的上前 各自散开 又能守望相助的在原地搜索片刻 忽然有人叫道 马总管 你看 马吉利带人过去一看 只见第一道港少的铁门 看似合着 却没有官员 一排港少弟子的尸体 整整齐齐的排在门后 全是干净利落的一箭封喉 伤口除了致命 几乎称得上平平无奇 根本看不出是哪家的剑法 马吉利面沉似水的上前一步 伸手在死人身上探了探 压低声音道 没有反抗 没有其他伤 尸体还是热的 要是放在过去 周飞肯定听不出 他是什么意思 可是在下山大半年归来后 他却能在眨眼间并明白 马吉利的言外之意 杀人者很可能是四十八寨中自己人 而且没有走远 这会是四十八寨的第二次内乱吗 李延被夜风中的寒露一击 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寒劲 后背冒出一层鸡皮疙瘩 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 正踩在一根树叉上 咔嚓一声 马吉利背着动静惊动 提劲的手微微一颤 转头看了李延一眼 李延用力抽了口气 产生道 对不住 马吉利看着李延叹了口气 神色一缓 稷儿似乎犹豫了一下 他转头对周飞道 我错了 不该把他们带来 阿飞 我给你几个人 你带着客人和你妹妹 尽快躲远点 你能 他话还没说完 李延突然像只兽性的兔子一样 窜起来跑到了他身边 在场的人 除了无处处 耳音都不弱 全都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杂乱的脚步声 众人顿时戒备起来 马吉利回身 把李延护在身后 就在这时 来人上气不接下气的 陷了行 出声道 来这何人 竟敢擅闯四十八寨 马总管 您不是去金陵了吗 怎么这会儿就回来了 此言一出 李延大嗖一口气 用力拍了拍胸口 众人虽说都为放下戒备 却也稍微放松下来 唯有马吉利后背依然紧绷 手中紧扣着剑 周飞眯起眼 望着这眼生的巡夜弟子 轻声问道 这是哪一派门下的 旁边人尚未来得及答话 那人已经跑到了眼前 冲马吉利身师一礼 自爆家门道 晚辈鸣风三代弟子 鸣风 鸣风楼 一瞬间 周飞无端想起 横山密道中 银沛口中的那个故事 他根本来不及思考着 其中的联系 本能地提起了望春山 而与此同时 他眼角又荧光一闪 周飞一把推开旁边的人 在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风自觉已经卷了出去 望春山的刀背 撞上了什么东西 周飞散落耳鬓的一缕长发 无端而舌 熟悉的触感 让周飞一瞬间知道了 这是什么 前击线 马吉利大惊道 阿飞 不可忙 撞自上位出口 便且周飞突然将手中长刀 往下一压 风几乎毫无转折地 过渡到了山上 嗡一声 此处的前击线 毕竟不是洗墨浆中 与巨石阵相勾连的那种 被他一刀压弯了 谢允突然从怀中弹出一颗 与他在横山上 引燃的那个如出一辙的烟花 烟花疏得窜上天 炸醒了四十八寨上空 静谧的月色 几个隐藏在两侧树梢上 几乎与草木融为一体的人影 也顿时无所顿形 原来他们是用一个人吸引注意力 真正的刺客早已经埋伏好了 怪不得几个岗哨死得无神无息 周飞手中的望春山 隐隐胜了萧金断玉的千击线一筹 硬是将千击线压遍行了 而后他轻斥一声 两个千线的人先后从树上滚落 他一招得手 望春山在千击线上重重划过 竟悍然无畏地闯进了几个 民风杀手的千击阵中 手中长刀再次变招 这回是斩了 尚未成行的千击网难当其润 邓时碎在了他的刀下 千击线四散崩裂 竟将千线人也绑了进来 李燕一把捂住眼睛 却还是来不及了 近距离地看见两颗脑袋飞了起来 而周飞手中破血刀余微未摔 直接抵在了那跑来吸引注意力的 民风弟子的喉咙上 马吉利身后 所有人都被这吐气糊落的三刀惊呆了 周飞在外面的时候 也不知怎么运气那么差 每天辗转于各大刀手之间 毫不狼狈 根本无暇得知 他的破血刀一日千里的近 这会儿 他也看不见身后众人惊骇的表情 刀尖卡在那刺客喉咙上 冷冷地说道 你受谁指示 那民风的刺客看了他一眼 嘀嘀地啊了一声 叹道 啊 居然是破血刀 命也 随即 他目光从周飞脸上转开 不知对着他身后哪一处虚空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竟然毫无预兆地往前一撞 周飞再要收手已经来不及了 那刺客就这么面带笑容地 撞死在了他的刀口上 周飞轻轻一哆嗦 就在这时 一片比谢允放的烟花 还要刺眼的火光 从后山冲天而起 正当夜浓雨滴时 出门在外的李锦荣 却仍然没有休息 他心里想着是 手上有一搭没一搭的 翻着一本描写旧都的游记 李锦荣从十八九岁开始 就有了失眠的毛病 这些年也曾经试着调理过几次 都不见效 好在习武之人身体强健 实在睡不着 大不了打坐调息到天亮 第二天也不耽误正事 此时 李锦荣已经带人离开了属地 一路上不可避免的 对新近风云人物周飞的丰功伪迹 有所耳闻 然而 李大当家并不像周飞想的那么 火冒三丈 反而 有些忧虑 李锦荣听了好几个版本的传说 第一反应 不是奇怪周飞那献血献卖的破血刀是怎么把人糊弄住的 而是周飞到底因为什么才没有在王老夫人身边的 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 周飞不是李延 从小起敬 他干不出无缘无故自己乱跑的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他脱离长辈的视线呢 尤其华荣城中那一段故事 各种版本的传说 一段比一段吹得天花乱坠 在这里头 周飞怎么从贪狼露存那两尊杀神的眼皮底下顺利逃出去的 并不重要 反正按照后续的故事来看 他逃得十分成功 没缺胳膊 也没短腿 但让李锦荣想不通的是 中原武林究竟还有什么人 值得沈天书与裘天机两个人合力围捕 虽然叛将家眷少不了被北朝击捕 但那不过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孤儿寡母而已 随便几个小兵杀他们也是一如反掌 用得着出洞两个北斗 甚至贪狼心情致吗 李锦荣隐约觉得自己可能遗漏了什么 可他思前想后 发现整件事都拢着一层不祥的浓雾 而他始终抓不到那个头绪 他将半天没翻一夜的游记放在一边 用力掐了掐眉心 究竟遗漏了什么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在外面叫道 大大家 李锦荣瞬间将自己疲惫又茫然的表情收敛得一丝不剩 为一侧头扬声道 进来 他尚未歇下 客房的门便也没拴 从外面一推就开 李锦荣话音未落 替他打点杂事的那位女弟子便一脸匆忙的闯了进来 李锦荣脾气臭 不是一天两天了 能跟在他身边的弟子 必定是十分机灵又有分寸 显有这么貌似的 李锦荣扬起眉 做出一个有些不耐烦的询问神色 那弟子道 您快看看是谁来了